20万字长篇记事散文 《如果来日方长》新书分享会 4月8日在武汉举行 该书作者湖北省文联主席 作家刘兴隆 当晚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幅作品是以武汉普通市民身份所写 并称渴望展示武汉英雄之城的形象 写这本书说我没想到自己是个作家 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个作家 而且把自己作家身份丢在九小云外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因为那去旅行之下 我的消息来源 我的生活来源 包括我的抗议的能力 都和普通人一样 所以他就决定了你很难说 你能把自己摆在一个作家的位置上 而是我也觉得 在运行当中 用一个作家的身份 老记得自己是个作家 那是不道德的 所以我只记得我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来日方长》描述了 作者的亲朋好友 同事 邻居 医护人员 以及武汉男女老少等与疫情决战的故事 以亲力者视角记录了武汉封城的76天 在《如果来日方长》中 既有医护人员 志愿者群体的抗议故事 也有鸡毛蒜皮的加长式 将武汉普通市民的真情实感流露于自理行间 我自认为我的写作一向是从人性和社会的某种裂缝当中 寻找的切入点 这个作品我想同样是这样 从人性和社会的一种缝隙当中 我来找到写作的可能 从《出稿》完成到新书出版 《如果来日方长》的诞生历史约一年 刘兴隆坦言 自己出版了近百种单行本 从未像这部作品一样 内心充满焦虑与期待 迫切渴望把武汉英雄之城的形象展示给读者 写到动情之处 他时常提笔落泪 文学的 他这种功效 他的鼓舞人心 振奋精神 他这种能力 这种效果一直是存在 不管你相不相信 否不否定 他就摆在那 问题是我们怎么做 刘兴隆坦言 在个人的写作生涯中 从来没有哪部作品 让他觉得如此艰难 这种艰难不是写作本身 而是写作的那段生活 那段日子 刘兴隆说 写作的过程像经历了一场百感交集的封闭 越写越觉得这样的作品 这辈子不要再写第二部 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种陪伴 希望经历过这场疫情 那不管是在封城当中 还封城之外的人 读到这个书的时候 能够感知那段日子的不容易 然后给他们心理上做个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